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老师你说啊 你们关心这个新闻啊 选情啊 也许你们是要舆论监督 或者知识分子要研究个什么政治模型什么的 我这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 为什么我就看这个妩媚思福啊 我就看最近香港的这个曾荫权啊 唐英年啊 两者这些个选战或者这些个新闻啊 说什么包括挖地窖啊 包括曾荫权什么坐游艇啊 你知道我看到一种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都去了台湾 我都得到了酒店上网 我要看看怎么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我怎么这么喜欢 但实际我对政治毫不感兴趣 我就发现呢 当今政治才是最好的娱乐 就是个每天播这个连续剧啊 比现在什么连续剧都好看 因为那玩意是真云秀 你看他们那个不干不干的表情 一个个的 甚至在立法会就就哭起来了 不是我们等 我说我们是说香港的人啊 等这个娱乐等了一百年 以前一百年来都不准有这种娱乐的 我告诉你港英殖民政府啊 那些高官啊 老外高官啊 从港督到什么他下面的手下 也不是没做什么坏事 我们都知道 可是当时啊 只要港督 或说港督的手下打一通电话 全部安静 全部新闻 全部压下来 因为当时港英政府很厉害嘛 特别所谓当时是七零年代 甚至八零年代 他随时可以把你报社 禁止 把你让你关门 把你总编辑抓走 像六零年代 香港不是有 曾经街头有很多 他们叫做暴动 或说我们叫反应抗暴 就是那个那时候的政府 就去抓了很多报社的总编辑嘛 还把整个报馆关了 把那个老板赶走 当时很多情况 所以后来过去回归之后 慢慢慢慢开放 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是开始来了 而文涛你说好玩是在于说 平常不管他是什么人 权贵站起来 总是有板有眼的 对对对对 突然有些不好的事发生了 我们看得过瘾了 真是 对对 有一天我们出新闻 你也看得一样过瘾了 没错没错 真是过瘾了 内地新闻界就难做 所以很多新闻很敏感 很可能很受欢迎 但是就麻不准 常常也要等通知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那个赵本山的小品 一个吃不准的时候就听上面 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一向的观点认为 这个狗仔队香港可以有 北京不必有 真的 这个不能有 这个不能有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可以允许狗仔队在这个大陆社会存在 这个是与理不通的 因为在香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新闻体制的副产品 对吗 那么在大陆我们是可以管的呀 对吧 这不是糟糕吗 怎么还有 写思愤啊 咱不说这个啊 这个可以理解 对 可以理解 这个小朋友 对对 大家都得小心点 那个 小心什么呢 小心不吃饭 你跟谁吃饭 不光是小心你跟女人吃饭 现在香港的这个问题啊 越来越敏感 你看 哦对对 饭局对不对 刘福山饭局 刘福山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在香港出现了一个刘福山饭局 在我学校附近 选举阵营的这个人在吃饭 然后呢 被人拍到还是被人接出来 说吃饭吃到中途啊 有一位江湖大哥 说据说是不请而来 是吗 往那一坐 这一下子就搞到最后这个候选人都要专门打电话给电台 说我跟黑社会没有关系 户指我看都是户指对方 甚至还有人 唐英年报警了嘛 唐英年说我受到威胁 什么好像有这个江湖人士说整我的黑材料 所以饭局 就是我这个境外的人呢 观察这件事得到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话题 你看看香港报纸都好玩 哎呀 座位都出来了 江湖饭局 这里面有人前几天还在北京开会呢 开两会呢 对吧 现在香港我觉得打得最热的就是这件事 那么江湖上的情况 我们这里还是马家辉博士比较了然 那可是因为这个事情 联络员 我每天联络犯局 拒绝犯局 这个事情还在调查之中嘛 而且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 现在坦白讲 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因为完全版本是相反的 罗生文 对你说他有去 你说是你约他的 他说没有是我约你的 我说不是啊 我也是文涛约我的 那乱七八糟 可是重点在于说 现在有所谓的黑社会人物嘛 可是就有人说了 他真的是黑社会吗 到底假如他是黑社会 为什么不抓他 为什么不关他 这当然是香港的法律嘛 你有证据证明他是黑社会 虽然大家都知道 他是黑社会 所以这个从这个事情 我们看光明面 什么都讲证据 有些黑社会 我们也不能抓他 然后事情啊 也要经过调查 那可是话说回来 这个犯局在香港啊 我们从从那个 出来社会工作开始 这是的确是 不管你谈什么光明 还有不光明的事情 最重要的平台嘛 大陆不是这样吗 大陆的犯局情况 我跟你说 因为我现在啊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个境界 我觉得就是 我没有什么犯局 但是呢 因为我不需要应酬 我的这个工作性质 不需要跟谁应酬 但社会上大部分人 他的工作跟应酬是 不可分割的 于是我真觉得 我说这个 咱们这个中国人呢 是快乐吗 还是受罪呢 我觉得蛮不虐呢 有些犯局啊 我得承认 是狂欢的 是非常欢乐的啊 但是也有些这个饭局啊 那真是就呕吐而归啊 都是吐完了回去的 回去第二天 喝酒也很难受 但是呢 一个礼拜 他只有五天 就这样回家 你说香港的饭局啊 通常江湖的饭局啊 是不太喝酒的 没有说香港人还这点 你也参加过江湖的饭局 所谓江湖不是黑社会啊 这是班的饭局不喝酒的 然后没有喝很多酒 主要你想一下嘛 你不吃饭 因为饭局是谈事情嘛 可是你不吃饭的时候约 第一个很难约 大家忙 总要把事情放下来 来跟你谈 第二个太认真了 坐下来 好像就谈那个事情 太过沉重啊 那所以饭局啊 往往是那个 可以再不讲话 让你不讲话的 有不讲话的时候 就吃饭嘛 一不讲话没话讲 或者讲对话 不讲一讲不相干的话 或者还要思考 思考了对方刚才那句话 到底什么意思 那我就先吃点饭吧 吃完这两口饭 我就思考完了 我就可以回应 我觉得饭局这个功能 其实蛮重要 其实饭局啊 就是我现在是少 少也不能说精了 就非常少 但是我也觉得 他对我很重要 就是这个饭局啊 因为我不是什么应酬嘛 你看平常都是自闭在家里啊 这个饭局最后变成了一个 唯一的大家可以分享资讯 哪怕分享八卦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然你看 他饭局啊 其实也是很精微的 这个里边的这个道道 你比如说就说这个人得对 对吧 你约谁不约谁 决定了你们这一次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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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欢购啊 能不能交购的好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里面反映出 人跟人的那种高度敏感性 比如说我们在台北 我就发现实际台湾人 是非常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要约一伙人吃饭 来找这个人去 这个人呢 就说我呀就不去了 他大爷跟我们讲实话 为什么不去 你一听他这个心思敏感啊 他说因为上一次 我们那个一个饭局上 他呢坐在我旁边 他一直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好像有过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他看到我 不是很开心 今天他又在那里 所以呢 我还是回避 我还是不去了吧 你看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敏感性啊 人跟北京也一样 有时候啊 就是说千万别大巴大了 就是哎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像有些圈子里的人 大家都很好爽 哎呀吃饭嘛 来的越多越好啊 但是呢 现代大城市里 有些圈子里的人呢 极为挑剔 这个挑剔就在于啊 你可别大巴大了 你最好跟在座的 每一个人都说很烦的 那谁都要问跟谁啊 那你说 有马家辉 有梁文道 有徐子东 有什么 一个也别说漏了 对吧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人 是他不能见的 有时候这俩人 是不能碰在一块的 对那个 那个有香港原来有个作家 叫戴天 他喜欢吃 所以他各种饭局 那他现在身体不好 他也常常吃 那另外我们另外有个朋友啊 就看不上他这一点 就批评他 说他什么呢 人尽可餐 人尽可负 人尽可餐 这意思是说 他只要有好吃的东西 有好酒 人家一说 有什么82年的 什么什么 他就去了 而另外那说话的人呢 就是一个原则 我要看同桌的人 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 不在乎你这个东西好不好 不过这些还都是文人之间的计较 我觉得官场里边才重要呢 那官场里的官场 我这是 不是官场里的饭局 咱们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虹极之水 最冤见金 年份万将 已尽够久 可为大事 靠的是始终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本周又请约会 凤凰财经达人 简胡江 不谈工作 知彩生活 听说你是做中年男人系列的访问吗 对 所以我们要调解 节目将同桌位之外的生活品味 点滴凤凰人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 官场里的饭局 有一个很指标性的这个东西 大家看到 就是茅台酒 就茅台酒的身价 茅台酒的在中国社会政治起的作用 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酒 它是中国政治的润滑剂 这是不夸张的来讲 我亲眼见过这样的这个饭局 开始去的一个香港的商人 说我来请 因为其中有些官员是跟他可能打交道 或者什么 结果跑去那个官员 他来就说算了 今天你不用出手了 后来他一看 那个商人跟我说 还好我没出手 他们茅台酒就喝掉三香 三香啊 你想多少钱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我非常注意观察 我坐在我边上的一个人 其实对他来说 整个这顿饭的一个主要的事情 他就要借这个饭局来缓解 跟他的一个上级的关系 他们可能之间有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你看得出他一步一步的 先用话 然后呢 安排了一个美女 不断的去给他敬酒 就喝到一定的份上 他就再过去给他敬酒 直到最后 两人差不多都醉的时候 就两个男人搂着脖子 我就是忠于你啊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是忠于 这种话平常办公室里说不出来 就说不出这样句话 两个男人头碰头在那里 我就是忠于 那个上司那个人 就从头到尾不说话 就是连天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不说话 就是你设想一下 他设计整个这个饭局 所起到的作用 这比平常开会重要的多了 而且花多少钱的和解费都都没 不够这个饭局有用 我去过一个饭局 也是和解饭局 那个男主角是我 我是被请的那一个 因为突然有一个人请吃饭 指定在中环一个很高档的地方吃饭 原来是什么呢 我写文章 得罪过香港政府一个最高最高最高的官员 然后呢 他的妹妹请吃饭 请吃饭在那边一桌 然后找了谁呢 我文章总要发表嘛 发表就香港一份报纸嘛 他发表叫他请了报纸的总编辑 还有我一位前辈在那边就指个人吃饭 事前都没想到是什么的 然后呢 就吃完饭喝了几杯酒之后 然后就说了 你这是意思是说 对我的哥哥不要下笔太重 他也是个好人等等 讲了很多好话 那我们场面上当然是说 好啊没问题啊 我们对事不对人 当然大家都沟通了解 没有问题这样子 这气氛还蛮和谐的 那吃完饭出来走出来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香港的可爱 因为我写文章嘛 在报纸嘛 请总编辑去 坦白讲给我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等于是说在总编辑面前警告我 吃了饭也没用 我就是就印象很深 就是我的做记者 头一回到香港出去采访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都11点半了 我就坐那等着 后来那个香港导演说 翻公司了 就回公司 我说哎 这饭呢 哪有饭 哪有饭 哪有在大陆 我不会想象的 我记者采访都中午了 你不留饭 不给吃饭 你知道吗 红包我已经知道是香港特色 他可能不给我 饭才不给吃 那是我对香港流产极其恶劣的印象 这个你可能你没在背后骂那个导演吧 你有在背后骂唱衰他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会了 你记得那个小甜甜吗 香港那个吗 香港那富婆啊 以前也是经常被人家在背后说 非常小气 很孤狂啊 很省钱啊 他那个记者去访问他什么 也是他开记者会 不请记者吃饭 还说问记者 你们等了那么久 你们准备吃什么 记者就说 没有啊 没饭吃啊 我们自己买便当啊 这样 然后那个小甜甜就说 我也没饭吃 这样我就不用跑 跑去去吃了 我们分一分 还分记者便当了来吃 是是 结果在背后又被人家不断骂 骂了二十年 我就想到西方人吃饭 他们藏桌子嘛 他们花很多时间来排位 就你坐在旁边的人 跟你坐在对面的人才能说话 稍微远一点就说不了 这是我们原桌子真的比较好 但是他们有一个办法 他们在吃饭之前啊 喝酒 那个时候是他们谈事情的时候 平常不大容易说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场合 所以我们一定得坐下来 才能来 social 来缓和气氛 你看 你从进到那个地方 到走 没有别的机会的 只有坐下来以后 所以我们在这之间 我要有一件事情 我要跟嘉辉来解释一下了 或者我要警告一下 或者我诸如此类 什么 一定要再坐下来 所以这个技巧啊 这个文化里面 很多精髓都在里面啊 真是 对 为什么咱们要吃饭呢 就是这样 边吃边聊 就是这个 你看 我们没有一个机会 就是 而且我们 我告诉你啊 中国的酒吧 跟西方也不一样 人家的 晚上的夜场啊 进去啊 是不找位的 找了个位置 没意思了 所以他们喜欢 拿了个酒 到处去搭讪 新认识人 中国人一定要有个位 连酒吧 都要包一个台 对 酒吧那个台 钱还很贵 所有人都在台里 跟自己认识的人 玩什么 两个三啊 四个四啊 干什么呢 但是这个位置 非常重要 对对对 这个我学耳术 这我早就有体会 这个吃牛肉的 跟吃猪肉的 真是不一样 他们不累 他们就站来站去 他们真的 外国人傻乎乎的 就是整一晚上 拿杯啤酒 你们难过的吗 我中国人 我试过 那妈不可能 我站15分钟 我就觉得 他们没个座儿呢 那妈能 站一晚上 泡妞都不会泡了 而且站嘉宾 每次讲重复的话 你跟这个人讲完 五分钟 对 转头 徐老师过来 又说 How are you 又来开始讲 又是从开始 自我介绍开始讲 他说非常乏味 非常累 对 对我们 还是我们的饭局好 还是我们 我们是这个 讲舒服 你知道吗 那叫什么呢 这个这个 站着不如坐着 坐着不如倒着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内地数万官员群体 每年十几起 非正常死亡事件 观察内部隐秘的脆弱 与复杂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官员群体究竟承受 多少外界难以感知的压力 解读内地官员的健康密码 健康全时空 星期日凤凰对十周王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说这饭局上江湖大哥来了 今天的这个香港黑社会 或者江湖大哥 我当然这个 没有这个幸运去认识 但是我倒是想起 所谓的这个社团 帮派 甚至就是说这个道上的 他跟这个中国历史啊 关系太密切了 你比如说杜月生 对吧 包括跟香港关系 你家杜月生死在香港吗 最后晚年死在香港 我看过一段记载 就是那个孟小冬 就那张子怡啊 张子怡 那个梅梁方里演的 那个孟小冬啊 他就是跟了杜月生嘛 但是一直没个名分 杜月生就是在香港 临死前 好像还是跟孟小冬啊 行了礼 就给一个名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一些当年道上的人 这是孟小冬 漂亮吗 漂亮吗 年轻的时候 对 最后就是跟杜月生 在香港嘛 当年京剧的这个名角啊 你看这是杜月生 他们的结婚照 这就是他们的结婚照 那就他晚年了 晚年了 这个后排中央那一位 大家认识 孙中山 孙中山 有点胖那时候 和鸿门兄弟 和鸿门兄弟 这孙中山和鸿门兄弟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孙中山和日本的江湖 我不知道是不是黑龙会了 这是你看 这个跟中国革命啊 所以你仔细看啊 包括这个这个共产党 对当年的这个港澳的黑社会啊 他说的这个话啊 都是说 他的这个这个是一个社团的这么一个客观存在 但是呢 我们回归了之后啊 他们必须收敛 他收敛他们的行为 你看他是这样一个语气讲 他不是不同于像现在 我们说的就感觉是一个 完全犯罪的 香港这些专门有成立了调查 他们的专门的科 但是那些组织还是在 三合会调查科嘛 那按大陆的那个 经过文革的思路来说 那么把他台风把他挖掉就行了嘛 那为什么不弄掉呢 这个我就不懂了 这是没有证据嘛 没有证据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 台湾就简单 以前的台湾就是管区 我怀疑你是黑社会 把你送抓去 送去绿岛 管训三个月 然后我来判定你被改化了 从此变成好人 不会当黑社会就放出来 香港不行嘛 香港要什么手续呢 先派卧底 派卧底进去 或者收买你旁边的小弟 拿你的账本 拿你的什么名册 他要有名册 里面有写明 黑社会头目 那个那个邓文涛 打手 杨文道 那个跑腿 马家辉等等 要有这个名目 还要有收据 我交了会费给你 你要给我收据 才能抓他 才能告他 才能判刑 我在经过香港的电影里面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CN楼冠文明启示录 收据 知道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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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